嘉義豪美里的暗巡辦公室 男子裹著毛毯進到了值班台 一旁還跟著一名女子 他們兩人渾身濕搭搭 原來這一對夫妻 來看夕陽結果摔進漁缸裡 看到的時候他 他車子在漸漸的 朝了港區這樣在倒車 那倒車不慎 應該是疑似這個操作失當 然後整台車從這個地方滑落到那裡 沒有護欄的道路 張姓男子一倒車直衝入水 夫妻倆慌張爬上了車頂 當時漲潮水深四米以上 還好漁民在附近 加上暗巡人員的幫忙兩人脫困 從外地來到了布袋 老夫老妻是為了看夕陽 布袋毫美里沙灘 因為純樸沒有過度開發 很多遊客到這邊來享受田徑的氣氛 甚至利用退潮的時候 拍水中倒影 被稱為是嘉義的天空之徑 透過了空拍畫面 堤防防風鈴還有蚵棚 是盡收眼底 老夫妻倆莫名而來的 是太陽西下時的夕陽景致 這片美景總有遊客流連忘返 沒有想到打算回程的時候 老夫妻栽進水裡 路比較小 比較難離開 定在這個地方就對了 比較安全 沒有護欄還有斜坡 專業釣客說 連停車都會特別小心 確認煞車狀況 老夫妻疑似不熟路況栽進水裡面 還好除了驚嚇沒有外傷 浪浪漫的回憶 驚奇收場 三地新聞廖國雄 注意榮嘉義報導 �軍 食安 感谢观看